大家好我是翟臣 今天来讲日本武艺者最安全运战第二局 内容由武藏面识本多的决胜 以及第二场对决的开幕群 如果没看过第一局的朋友 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栏 那我们就开始吧 16岁公本武藏 为了打倒他人生当中 首次遇到的自强怪物 金刚人王本多终胜 他在决斗的现场 超越原有历史的速度 觉醒了二刀流 武藏百出的二刀流 在其他人眼里 就像是被逼到绝境时 临阵魔枪想出的战法 不过我想他们一定不懂 队长的一副像主角的样子 并且还拿二刀的家伙来说 这都只是正常的操作 只有与武藏对战的本多 才隐约的感觉到 二刀是武藏的最佳形态 不过本多要做的事只有一戒 那就是将武藏的剑摧毁 本多以怪力投擲 被砍断的下段枪身 如炮断般的威力 让武藏下的三朵 趁武藏分心之际 本多拿起三段枪身 带着枪头的倾听切 这短而轻巧的长度 将使本多的图示更快 不仅适合这场决斗 亦有攻其不备之效 由上至下的快途 如急风般扑向武藏 但在成烟散去之后 只见武藏与双刀挡下之情 此为二天龙罪 武藏说如果不是双刀的话 那他早已死于这击之下 本多对此感到讶异 因为武藏的速度 比先前对战的时候 竟然再度提升了 局面或许对他有利 但武藏那可怕的才人 已经快追上他了 大叔最好小心一点 我现在不是用木刀了 武藏的轻描淡写的话语 让本多不寒而栗 武藏的脚步发力 倒是迅雷帮击死 一天龙背驱 借由这次的快斩 武藏的金刚人王 暂时被武藏留下三口 这次的斩棋颇为漂亮 但小刀刀的锋刃 就不把生怒本多 砍刀了只有肌肉的部分 虽然不危及到生命 却也让本多陷入硬直 在武藏第二刀来临时 本多挤出余力 挡下武藏的攻击 都会踏踏结实的肉体 如果是其他的武者 根本没办法撑过去 感受到生存来的距离 武藏的惊叹震撼 就算胸口被砍中了 也留有此等气力吗 双方陷入僵尸 局面呈现拉锯之势 年轻十六岁的少年 正步步紧逼金刚人王 德川家康对此担忧 他看得出来 武藏正不断变强 在这样下去的话 本多将陷入不妙 福布半战表示别担心 因为此刻的本多 他的权力还会展现 半战将其王室 在三十年前的解穿之战中 支帖与德川的联合军 对上千里嘉宇招参加 德川军以五千兵力 与招参的一万兵力的激战 双方兵力差距的悬殊 德川军的处境极为不利 并且招参这边还有一位猛将 人称北国第一猛将 挥舞六指大踏刀的真饼之龙 小兵正在眼里只是歌草 不过就在这种时候 本多已当即长驱直入 面对一万有余的军队 本多协下自己的传奇 在车马奔驰的时候 本多的战役熊熊燃烧 这不及精神的燃烧 更是肉体上的燃烧 被逼至极限的肉体 此刻是在炙热鼓起 还散发出阵阵白烟 这种状态下的本多 不论臂力反应判断力 借超过尝试之力 是人类所不解的强悍 那光芒的灼热之躯 仿若金刚能广降世 本多即一级之力 就将真饼之龙展落 这是本多的最强姿态 可自从解穿这战后 就没有任何失误 人家他逼至极限 但在这场决斗里 不断成长了武藏 让他的荷卓钢体重现了 本多的身体膨胀 冒起白烟 卓二的力量正在涌起 此刻是把天下纳入得窗之时 没想到本多还有无双模式 都已把联机的还变身 大叔生不是盖的 如神魔般闪耀的本多 以雄伟英姿说道 请放心的去死吧 我会将你后再再大多喜 本多以武藏武力 此时已达到了巅峰 胜负之客将近了 武藏说他感谢本多 因为本多让他变强了 不过本多的回答是 很好 但也到此为止了 本多发多攻势 一口拉近距离 他的速度比先前更快 无呼吸的快枪连打 化作万雷 入掏袭来 并且枪速还在加快 太强了 本多实在太强了 武藏以为自己追上本多了 但现在又被本多拉开了 武藏被逼到姐姐后退 他还来不及回防 本多与越智面前 别在战场上低头 不然你马上就会死 本多极其猛烈的洛吉 就连巨人也能一枪两断 情况对武藏不利 以他低耀的姿势 根本无法闪避瘦身 他只能以双刀硬挡 可他这奋力的硬挡 让他感觉到无助承重 武藏的身形运动 他架卡本多的枪势 趁本多的枪头下坠时 他抓到了那瞬间的空性 这牵扯一遇之刻 或许将是他的胜利 但武藏的刀落空了 本多下摇贴地 闪过武藏的攻击 武藏料想不到 这是本多麦的破绽 武藏那急于求胜 经验不足的心态 让他因大幅回到的关系 产生巨大的破绽 这次空门大开绝境 可惜武藏真的太会躲了 这种情况都能躲过去 武藏的反应真的太扯了 不过就算如此 武藏的侧父附近 也被贯穿了一个洞 剑豪柳生终局认为 胜利倒向本多这边 武藏虽没一级毙命 但这种程度的伤势 再也无法迅速行动 失去敏捷的武藏 加上巨大的出血量 结果获胜可能性 事实上本多会这么想 他劝武藏不要比了 武藏年轻有才华 如果现在的头衔人的话 以后会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 对此武藏表示 说笑吗 虽然确实大叔比较强 但如果他头想狗活的话 他的确还能慢慢变强 不过只要在这里战斗 那他就会快速变强 过本武藏可不会绕路 只会以最短距离冲向最强 武藏说连臂都不敢赌的家户 有何资格当天下的第一 对武藏的决议 本多性效后表示认同 我想本多他其他人并不知道 有一种东西叫做锁血 更快速度这种东西 对武藏来说有脚就行 本多以为继续的战斗 武藏将被他送往民府 于是毫不知情练了心经 本多练的是班诺波罗蜜多 班诺波罗蜜多约226个字 这种心经通常要练完 就算语速再怎么快 也要一两分钟的时间 想想武藏目前的初学量 果然有些奇妙的事正常发生 本多练完后架掐瞄准 他用这架式终结比斗 武藏也在这时候摆出奇妙的架式 这次战古武者们未曾见过的架式 照理说这种架式 不应该出现在这时代 这是为了得到更快的速度 武藏想出来的妙招 在气氛成吉一维后 怀抱各自的觉悟与战役 本多与武藏同时出手 疾风刚猛棒的魔枪 武藏竟如羽毛 动如闪电 他比本多更胜一瞬 他借重力化为推进力 来产生最快的出速度 这是人类最快的第一步 直到近代才被某位少年打破 在奇妙的冲刺架势 那武藏也高速行动 就连授极范围也说到最小 不过本多的枪 连正式的飞鸟亦可击落 在本多极范的纳克 武藏见机一跳 他诱导本多 使本多反射性的攻击 来到他预测的地方 借此武藏才能以权力 给予本多最后一期 可在短短的上方间 本多憋气收枪回笼 他借简单转斗手腕 并将枪头对准武藏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本多和武藏都遇见到了 只要本多牺牲左腕 便可以贯穿武藏的心窝 胜利者将是本多 但这样做好吗 如果舍弃左手的话 本多又怎么让祖军 德川家康得到天下呢 这一刻本多做出决定 他便遭想让武藏反应力不及 武藏预想的画面 并没有在现实出现 他瞬间停止了思考 不过就在随即 他的绝世的本事 让他捕捉到杀意 他的身体极客的反应 将二刀用作剪刀 从而斩断了枪头 枪头摧毁 枪声尤哉 同时间本多与武藏怒吼的发出最后一击 在眨眼不及的瞬间里 从左侧划过的武藏 用刀锋绝出了胜负 比斗由武藏胜利 自然都觉得武藏胜了 也几十六岁的武藏胜过金刚人王 不过武藏并没有高兴 他知道刚才的比斗 如果本多舍弃左手的话 那战败的会是自己 不过本多对武藏说了 就算这样胜利的话 他也会失去一只手 天下第一这座高山 可没剪刀到 简平单手就能翻阅 对本多来说 除了优胜以外 便毫无价值 即便他不舍弃左手 他自然也有足够的胜算 自然比赛的胜负结果 纯粹只是武藏比较强 本多突出一口血 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生命要结束了 有力的家康想冲进会场 踏赔这位部将及友人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立于王座上的魔王 要家康不要扫兴 谁都不许干涉比斗 就算是里也是一样 铁炮队挡在家康的面前 只要家康靠近一步 就会毫不犹豫的发射 不过即便是这样 家康能打算前进 终身是我的武士 作为主军就在送他一程 不管是谁都没道理阻止 但他事实无贵的决意 就会换来魔王的同期 只得到无情的射击命令 在铁炮中即将射击时 那到身影挡在家康的面前 他像过去一样捍卫主军 无数的铁炮倒在本多的身上 他的身体正在一点点被削掉 在这和平的私欲念 我努力过了 但我只能活在乱世 大人把梦想突付给我 是件高兴的事 本多平巴朗的宗盛 于此刻完成了最后的终意 那无数的强弹贯穿了本多 但他毅力不倒 人王力可以如此称呼 但此刻的他并不是人王 他只是一位为主攻奋战 感到幸福的武士罢了 会败玩于武者的对决中 为保护族群而死去 或许才是他想要的结局 戴以国战的第一轮地战 胜者长中国部加万元 攻本武装 胜利的武装便会感到开心 在见到本多救主的一幕后 他的心有种莫名感触 对祖先的忠诚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武藏无法理解这种思维 但他却被触动到了 另外他也发现 在这场对决里 他的进步速度 快到自己都害怕 只要继续以强者为死的话 那他终会登上顶点 成为最强的武力者 然后在400年后复活 至于德川家康这边 由于输掉的比斗 也就丧失获得天下的可能性 所谓江户时代的元历史 也被彻底断绝了 现在这股时代 依旧属于修罗的历史 接下来是第二尾战 第二战武者之一 由小大刀无双之称 中调有的富田四元 虽然他看起来弱不禁风 平常是一位挖鼻孔的老头 可他对于展之道 是备受尊崇的达论 富田四元代表敬畏家出战 他的对手是传说的魔忍军团 魔忍之手 风魔小贪兰 小贪兰这个名字 只有历代首领才能继承 担任首领的家户 均是风魔的最强者 风魔小贪兰代表北条处赛 这位看起来像瘟疫医生 五代目的风魔小贪兰 就只是一只座棋罢了 人家早就到第六大了 有着风魔女帝之称的 六代目风魔小贪兰 他的邪恶的坐姿 以及邪恶的道具 还有那股邪恶的气场 反复就是某片场过来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我仔细人我们下次见